民国时期的上海滩,可谓是风起云涌,出现了不少大老人物,像杜月笙,黄金融这些都是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,除了那两位,还有一位令人谈之色变的人物,王亚乔, 此人被誉为是暗杀大王,被他暗杀的人物包括蒋介石,王金融这些在内,只不过没有成功,值得一提的是,王亚乔与黛丽,还是结拜兄弟的关系,可惜最后王亚乔死在了黛丽的手里,1933年3月,张学良到上海戒毒,扑头帮帮助王亚乔得之后,想要暗杀他,便派人给张学良送去了一封信和一颗炸弹, 信中说,上海不欢迎张学良,限定张学良一个月之内离开上海,那么,王亚乔为什么要暗杀张学良呢? 张学良在918事变中放弃了东北,成为了民族的罪人,被很多人人之事批评,王亚乔虽然是个草莽,但是在民族大义上还是非常理性的, 毛主席曾经评价他说,杀敌无罪,抗日有功,小节欠节点,大事不糊涂,正因为如此,王亚乔对张学良颇为不满,张学良有一个贴身保镖,名叫谭海,此人被称为是张学良的第一保镖,为了保护张学良的安全, 谭海将张学良的住处重新妥善安排,严加防守,并且派人王亚乔通知说,你要是敢对张学良有任何动作,就灭了你的斧头帮,不过,张学良本人并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,于是找到了杜月笙进行调停,后来,经过杜月笙的调停,双方才达成了河,姐,张学良在戒毒成功后,就离开上海。